给女人们的三点忠告 一定要认真听哦 第一 如果你觉得跟别的男人相处更舒服 你千万不要幻想那是爱情啊 我告诉你 但凡让你相处得很舒服的男人 大多数啊 那都不是真实的 坦白的说吧 你在装的同时 他也在装啊 你装成了善解人意 他装得有情有义 你觉得跟老公相处得不舒服 那是因为你们再过日子 而不是再过家家 柴米油盐酱素茶 那才是真正生活的样子啊 你在和对方暧昧的情感中 对方呢 敢把他暴躁的脾气 懒惰的这些不好的一些面 展现给你看吗 他当然不会呢 他只会投起所好地讨好你 那你和他相处下来 肯定舒服呀 但是你要明白呀 他这只是在伪装 二 年轻时呢 你不要急着去结婚 而是要多出去看一看 多见识见识 见识的世面多了 你才有机会遇到优质的男人 见过雄鹰的男人 不可能再爱上乌鸦 被狼保护过的女人 也不可能呀 再爱上土狗 千万不要单纯的 只相信爱情 你不图钱 你单纯善良又好哄 所以你就不被珍惜呀 记住了 你可以不败金 但是你也不能自降身价 因为这就是人性 三 看一个男人是不是真的在乎你 不要只听他嘴里的甜言腻语 要看这个男人是否愿意 把这四样东西都给你 一 是男人的钱 男人的钱在哪儿 就代表他的心在哪儿 你可以不要 但他不能不给 第二 就是男人的眼泪 如果一个男人呢 愿意在你面前掉眼泪 把最脆弱的一面展现给你 那么你对他来说啊 一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 第三 是男人的好脾气 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最大的偏爱 莫过于对他的耐心 四 是男人的时间 男人只是把时间留给最爱的人 别听他什么忙啊 这也奈的 谁还没打个电话 发个信息的时间吗 动不动的就消失 玩什么冷暴力 根本就是不在乎你的人 听懂了吗 关注我 了解更多情感相处之道